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近日 江苏省徐州市一90后女研究生蹦传馆内摔成完全性劫瘫仪式成为热搜话题 引发社会关注 6月1号 徐州仁慈医院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 当事女生琪琪是5月26号凌晨被送到该院的 目前胸部以下没有知觉 诊断结果为完全性瘫痪 先在重症监控室躺了三天 随后被转到普通病房 据仁慈医院工作人员介绍 琪琪目前没有医保 自费治疗已经花了十多万 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琪琪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复健过程 小姑娘自己心态还算乐观 她本身就是学针灸推拿相关的研究生